很多人在便当的时候就会非常紧张 特别是新手司机 这时候一不注意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今天就分享一下开车安全便当的技巧 特别是第三点 能够帮助你观察盲区 避免发生事故 第一 在便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开转向灯 这样后车就能清楚地知道你想要便当 都会主动避让让你并进去 第二 往右便当的时候 尽量让车身贴近右侧的虚线 然后观察右边后视镜 如果后车在左半边的话 说明距离比较远 是可以安全便当的 如果后车在右半边 说明距离非常近 千万不能便当 第三 还是在往右便当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眼右后车窗的位置 因为这个地方是后镜的盲区 确保安全之后再进行便当 最后 在便当的时候 千万不要归宿或者犹犹豫豫的 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要果断轻打环境盘 快速进入旁边的车道 这样才不会影响后面的车 我是宗哥 关注我 这里还有1000个气势知识 你的车 这谁这么缺德 把我车给砸了 想知道是谁还不容易 你车上不是装了记录仪吗 赶紧上车看一下 嗯 啊 这怎么什么都没录上啊 你没设置对啊 你买了记录仪 却没有正确设置 那不相当于白买了吗 那应该怎么设置啊 简单 今天我来教你 首先进入到设置界面 录影模式 调到1080P 这样记录得清楚 又能节省储存空间 第二 循环录影 设置为3分钟 时间太短的话 很容易被覆盖 时间太长的话 查看回放很麻烦 第三 打开重力感应 这样车辆在受到异常震动的时候 纪律一会锁定 当前视频 确保不会被覆盖 第四 打开停车监控 这样即便车内没人 它也能自动录制 最后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一定要关闭车上的这个录音功能 录音关闭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 车内人员的隐私 我是松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个 即时知识 车上的这个后镜 一旦受到刮蹭 非常容易破损 破损以后 你去私在店维修 他们会让你换 整个后镜总成 少说得收你 1800W 即时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只要拿一把车钥匙 从后镜旁边 轻轻地一撬 就可以取下碎镜片 然后咱们去网上 花几块钱 买一个相同型号的镜片 把它对准后镜的底座 往里轻轻地一按 听到嘎巴音响 整个后镜就安装好了 你以为自己 只能换一个镜片吗 你错了 其实车上还有很多东西 咱们自己都能换 雨刮片的话 刮不干净玻璃 咱们只要摁住雨刮片 上面这个小黑点 往上轻轻一拔 就可以取下旧的雨刮片 然后咱们只要去网上 花三五块钱 买一个新的雨刮片 把它往里一插 雨刮片就换好了 玻璃也会被刮得干干净净 车钥匙没电 打不开车门 咱们只要顺着钥匙中间的缝隙 轻轻地一扒 就可以取下旧的扭扣电池 然后去超市花两块钱 买一个相同型号的扭扣电池 把它给装回去 这样电池就换好了 然后车门也能够正常打开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实用 我是松哥 关注我 如果还有一千个机车知识 如果买车能重来的话 这些话 我打死也不说了 至少能省下好几千块钱 第一 我不会再说 帮我算一下 全办下来要多少钱 而是会说 帮我算一下 各项费用要多少钱 全款买车 只需要交裸车费 保险费 上牌费 购置税 贷款买车 再加一个手续费 和贷款利息 就可以了 二 我不会再让他 帮我去代办购置税了 我要自己去交 因为他会多收我一笔钱 购置税的证券算法是 实际购置价 除以11.3 而不是厂家指导价 三 我不会再只去一家私爱店了 多去对比对比 又能省下好几千块钱 四 我不会再稀里糊涂的 就把定金也交了 因为交了定金之后 赠品不好要了 价格也不好谈了 别人家里有的东西 到这反而没有了 怎么样 你记住了吗 我是聪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个 汽车知识 现在的车啊 都是这种电子钥匙 一旦遇到钥匙没电 车门就打不开了 这个时候 咱们千万不要着急叫拖车 以免白花冤枉钱 在钥匙的背面 都有一个小按钮 咱们给它按下去 就可以取下里面 隐藏的机械钥匙 然后把机械钥匙 插到门把手下方的小孔里 轻轻的一撬 取下小盖子 再把机械钥匙 插到隐藏的锁空里面 轻轻的扭一下 车门就打开了 因为车钥匙没电 所以咱们上车打火 肯定是打不着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啊 咱们车上都有一个 应急感氧区 一般是在方向盘的右边 雨刷开关的下边 咱们把钥匙 靠近这个感氧区 然后踩住刹车 按一下点火开关 车子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我是松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个 汽车知识 很多人在开车出库的时候 因为怕乱不准 车身到周围站屋的距离 而正常刮到边缘的车 那看完这个视频 张力出库不再有寡算 车放出库时 盯住前车的后保险杠 只要我们在车里面 能看到保险杠的一半 随便怎么打方向 就可以安全出库 车头向外出库时 当肩膀和旁边的车对齐 随便怎么打方向 都可以一把出库 车尾向外出库时 当后领和旁边的车头对齐 任你怎么打方向 都不会刮到旁边的车 出库就是这么简单 我是松哥 关注我主要还有一千个 汽车知识 冻死我了 赶紧开我空调 你们别一上车就开空调 现在油价多贵呀 八块多 我一脚油门下去 早上都少吃一个鸡蛋 我都不敢开了都 但我这开空调 它不费油啊 你看啊 暖风是来自于发轮机的自然热量 我们上车的时候 先把内循环给它关掉 让车里换一轮新鲜空气之后 再把内循环给它打开 同时把温度和风量调大 这样就可以了 哦 那你就开开吧 开机都开这种狗了 你说啥 主要是我这车油耗 突然变得特别高 你赶紧帮帮我呗 哎呀 这好说呀 打开鸡蛋盖 车子的油耗突然升高啊 一般都是由于 车头前面的这个氧传感器 积碳增多造成的 咱们只要把它拆卸下来 进化在鞋侧灵里面 倾挤着积碳 然后再给它装回去就可以了 哦 哎呀 聪哥 太感谢你了 这算啥 关注我 主要还有一千个 汽车知识 你还我车 这年头居然还有人写信呢 哎 居然是阿娇写的 我得看看 重要线索啊 GER GRE 234567 这难道是车牌号吗 不可能啊 这也太顺了 请立刻前往奥斯文停车场 那里给你留了一个大惊喜 阿娇这要干啥 我非要看看他 到底搞出什么名堂来 这么多车 我怎么找啊 哎 他不是给你线索了吗 哎 是哦 GER是德国的意思 这个难不到我 主人是绿色 难道是一辆德系的新的车车 不过这R234567是啥 我到现在也没内清楚 不管 咱们还先找德系的新的车车吧 这些都是油车 不是啊 这个也不是 没有啊 你看 你知道是不是 哎 没错 就是它了 全新一气大众 IDLU CROSS 我先找找钥匙啊 哎 没错 找到了 就是它 走走 上车 这车空间可以啊 那当然了 这台车的车长达到了4891毫米 轴距更是达到2965毫米 拥有非常大的车内空间 而且还提供6座和7座方面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哦 原来R234567是这个意思啊 嗯 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可以连口地变成 两座三座 四座 五座 六座和七座 这大空间就是任性啊 哎 这车还带有七度按摩功能 来来 你把你的边点打开 哎 舒服 哎 这儿还有一张纸条 找到车后 立刻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我在终点等牛 北屋铁车场啊 走走走走 不得不刷 阿娇给我的这惊喜 还是相当可以的 你看这大面积的软质材料包裹 内饰满满的豪华感 还有这2.1平方米的大推进天窗 对于家用来刷 再合适不过了 还有它的ALHUD 能够将导航指引信心 显示在路面上 这样就有点高级了 这回我得好好体验体验它 怎么样啊焦 我聪明吧 你可以啊 藏这么深都能找到 那必须的啊 来来来 钥匙给我 哎 对了 后面还有个小惊喜 你去看看吧 真的 我去上当了 你换我车 换我车 哈哈哈